發生在洛杉磯的示威 抗議人士行為是否受到法律保護 我們今天訪問刑事律師鄧雄專業意見 我們講解一下示威抗議在什麼情況下屬於違法 昨晚洛杉磯發生的示威 一批示威者湧到101高速公路截至路上 導致交通癱瘓 雖然美國憲法列明 每個人都能自由表達意見參與示威 但示威到什麼程度才算是違法 刑事律師鄧雄指出 有行示威雖然合法 但這種自由有一定的限制 有行法規 同時他們指控的罪名 逮捕的理由是 disturbing the peace 搖亂了別人的安寧 鄧雄說示威者破壞公物 是違法的行為 尤其是損失超過900月 就會被視為重罪 陪審團裁決另一些公眾憤怒 但也應該保持理智 因為這個問題上 暴力不能解決問題 要防範類似事件再次發生 可以經由合法途徑解決 第一我們可以的話 要求司法部以後 進行再度審理一下子 從聯邦的層次看看 有沒有辦法做補救的措施 另外一方面 如果你不覺得不公平的話 就像不讓家屬所提出來的話 我們可以要求改法律 要求的話 就是所有的警察 在執勤的時候的話 都帶一個body camera 就是說隨身帶個攜影機 錄下當時事情的發生經過 這樣子的話就有證據 可以比較容易一些 同時也阻止一些 或者警察難用牟利這種權利 鄧雄指出 很多華人因為這件事 沒有切身關係 而不太關心事情的發展 但是其實類似事情發生 也都很有可能 會影響華人商家 甚至是市民 所以市民應該學會 怎樣去面對 所以很多時候我們覺得的話 就是說 黑人受到不公平的待遇 或者是這個司法沒有給他們 一個公平的交代 我們應該是怎麼樣子 一方面呼籲當局的話 怎麼面對這個問題 同時的話 我們也要注意自信的安全 尤其在目前這個階段的話 很多遊行示威 很多人 我們華人可能會理智的 不參與 或者是在參與的過程之中 可能保持理智的行為 但是的話 魚單子 你要防備 尤其是遊客 留學生 不懂得這個美國的社區 這種情況下 你自己誤入的一個社區 有可能光好是一個非洲裔 這個情緒非常高昂的地方 如果你到那邊去 有可能的話 就會安全又受到這方面的威脅 所以很多時候的話 在遊客也好 有留學生也好的話 我們新移民的話 如果是知道那邊的話 有鬧事有示威 不要冒險進去抽人 往往這種悲劇會發生 天南維視編輯報道